兇嫌荷姆斯他帶了四把槍 6300發的子彈行凶了 但是這子彈這麼多的數量 怎麼來的呢 居然是上網就可以買得到 在美國買子彈比買菜還容易 花幹 他就是發射了一分鐘卡彈 如果不卡要死更多人 因為當時他卡彈不得已 換用克拉克90型 克拉克90手槍 克拉克17型 它的特點是什麼 塑鋼 輕巧 容易攜帶 後座力小 還像什麼 一次可以把11發子彈全部射完 如果你的手在板機上面 不放的話就可以全部擊發 所以這把槍威力驚人 OK 好 我們現在來看到說 美國的網站為什麼 因為你要買 那個立正 我們現在說要弄一把槍 就馬上提爆流氓 你知不知道 台灣警政署 馬上把你提爆流氓 可是在美國 尤其是案發地的 科羅拉多州 是只要你是善良百姓 你只要沒有前科背景的話 你連這個你只要稍微登記 都根本不用拿出身家調查的身份 也不需要提供良民證 你就可以買槍 跟在超級市場買槍一樣 而 科羅拉多的超級市場 也真的可以買到槍 對 這一次你知道他買了四把 兩長兩短的槍 他買了多少子彈你知道嗎 他竟然 那個手槍買了3000發子彈 然後那個AR-15突擊步槍 也買了3000發 然後散彈大約是 比較少一點百餘發 所以他總共有 六千多發子彈在車上 我跟你講這已經是什麼 這相當於我們 我們一個警方派出所的 什麼的火力了你知道 所以說在美國 買槍竟然那麼容易 OK 那還是牽涉到一個問題 美國司法部有規定 如果你今天 一個正常人 買槍 在五天之內 買兩次的話 一定要送給司法部調查 也就是說這個人有問題 但如果你是尋常百姓 而沒有前科的話 你就不會有這麼大問題 但是還是限制在五天之內 所以超過五天買的話 超過五天買 就沒事了 就沒事 然而 超級市場都買得到槍 對 子彈 隨你買 他可以買3000發 你看 嚇死人 最大的 最大的子彈網購網站 在美國它是這樣子 那荷姆斯這次是五月二十二號買了一批 到了七月六號已經相隔一個多月了 所以根本依法是合法的 不需要報備的 不需要跟州警 或者是跟司法部報備的 所以說他才能夠買到這麼多先進的懸彈 好 現在這個案子發生之後 美國總統歐巴馬跟他的競選對手 共和黨的羅姆尼 兩個人都身至哀悼 可是 直接問他 說那這樣子 反對自由擁有槍支的聲浪在一起 是不是要禁止槍支自由買賣 結果兩個人都撞掉了 不敢說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有更多人需要槍支自衛 所以這一件把 因為這個案子 這個這麼慘重的案子 要讓槍支非法化 必須要有更嚴謹的審核 還是現在完全完全躺在那邊 不可能 那網路上面要怎麼買子彈 網路上面你只要上去登 你只要上網之後 登記之後 然後你告訴他 我需要什麼 我的姓 我的名 我的身份 我的工作 只要你都說得出 我住在哪裡 我沒有錢科 你只要通通說得出來 就可以直接訂購 以郵購方式寄給你 你知道嗎 你看我們就這樣 找了一個網站 對 這個網站就可以買槍 這個網站就很簡單 非常簡單 我們在台灣就可以直接上網 就可以看到這樣的網站出現了 所以說這次阿羅拉市的這個悲劇 它是其來有之的 美國真的應該好好檢討 它的槍支管制問題 核武智帶了四把槍 帶了六千多發的子彈 警方抓到他之後 當然要去搜索他家裡面了 但是他家裡面 可是機關重重 國安 畢剛你說的沒錯 看這張照片 你可以看到 奧羅拉市的警方 是多麼大陣仗 戒慎恐懼的 在搜查他的家 為什麼 因為他們根本不敢從大門 直接開門進去 因為探測出來 他大門前面 其實有設置一個機關 你只要一開門的話 砰 那裡面你只要進去的人 死無葬身之力 而且這整棟三層樓的公寓 會全部都毀於一旦 國安 這不就跟電影的劇情的小丑一樣 現在影片上就是這個場景了 你看 他真的是 是比好萊塢的劇情還要好萊塢 這個不得不這麼說 這個太厲害了 這個這個 這個嫌犯的整個頭腦 他所設計的機關 都被警方認為是 非常高度精密的一種炸彈 雖然他們認為說 這炸彈原料95% 看起來都是屬於 這個專家認為說 比較幼稚而具有實驗性 但是專家都不能夠否認的是 這一個炸彈 他其實是自學 無私自通的去設計這樣的炸彈 其實出來整個結構 非常非常的精密 而且他整個三層樓的公寓 如果一爆炸 其實是可以整個公寓 全部一下子就不見 整個垮掉 因為他火藥量達到 可以炸掉這棟公寓 沒有錯 而且不只是這棟公寓 警方在搜查他公寓的時候 為了保險起見 是他方圓一公里裡面 所有的人 就在附近的鄰居 全部都先疏散走的 為什麼 因為太危險了 所以說 奧羅拉社警方發言人卡爾森 甚至還說 他說 這個霍姆斯 他在他的房間裡面 在他公寓裡面 設置這樣的一個炸彈 根本就是想要殺人 所以說 如果警方沒有即時的 這個發現他的機關的話 很可能殺死的那個人 就是第一個走進去的警察 這就是剛剛呼應 鍾伯所講的 這個嫌犯 他根本就是無差別 無動機的殺人 那他怎麼樣來解除這些炸彈 這個就要談到 美國其實是一個高科技的國家 他們動用了這個機器人 你可以看到 這個機器人 就是所謂的拆彈機器人 那麼警方動用了這個機器人 那麼解除了他的這個裝置 而且這個機器人 非常非常的就是科技化 他重一百八十一點四四公斤 他最高 你可以看到前面這個吊背 有沒有 大家注意看 前面這個吊背 不要看他很細 其實他可以舉起 超過二十九公斤的物體 而且他最大的時速 可以達到五點六三公里 那麼在三百六十範圍 三百六十公尺的範圍內 可以用有限控制 但是這就是美國厲害的地方 因為一公里內 他只要方圍一公里 警方可以躲到一公里外 用無限操控他 北韓互相撥火 奪次帥兵權 廣告回來告訴你